迈入了第28年 南瓜乐大学 既至院校还有军事校院的 2023年大学博览会 在北中南同步盛大展出 而其中的传播名校 世新大学也特别将课堂上的 专业录音设备搬到了现场 吸引不少学生前来体验 启动 吞一下我们的梦想球 谢谢各位贵宾 启动我们的梦想球 数位大学校长举起双手 共同为北中南同步举办的 2023大学博览会启动梦想球 汲取学生都能找到理想的科系就读 不只国防大学 各大学都派出其详物 吸引学生和家长目光 而会场中坚持数位传播贯穿各学们 数据智能结合各专业的世新大学 更是将课堂上的专业设备 搬到现场提供学生们体验 在手指望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一直不断的去推动 去投资 所以我们今年不但把我们的LED的棚 把它完全建设完成 然后投入跟产业的合作 之外 其实我们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也是不断的去思考 我们该怎么让学生跟课程能够参与 所以干脆我们就投资了一部 非常大的一个影片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 世新大学架设开放录音室 广播电台直接搬到现场 成功吸引许多学生前来体验 其中两名从国中开始就对配音和广播 有兴趣的同学 在学长姐的指导下 上机操作 透过实际操作电台设备 选科系不再只有网站或文字介绍 大学博览会提供的良好平台 让学生选读系所更有依据 我对大众传播这类的科系是有兴趣的 然后目前的志向就是想要来 世新大学的广电广播 大概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对配音广播这种事情 开始有一点兴趣 就是有点想要去尝试看看 面对小组化冲击 世新大学仍坚持投资专业设备 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实际操作机会 今年刚完成的LED数位摄影棚 也积极建立产学合作关系 规划拍摄六集高规格影片 为了将在迪士尼Plus等数位平台上架播出 世新希望透过各顶尖软硬体设备规划 能带领台湾传播学界接轨国际